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新桑的神州》 今個星期遲就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是桑普 隔壁是傑斯的 傑斯你好 又是我錯了 因為我今個星期我要看黃耀明 所以逃不了你錄音 這樣 多倫多話 很重要的 這些是我們離散香港人的城市 城市 多開心 是不是好看呢? 很溫馨 很窩心 很親切 多謝明哥 因為他來 又給一個機會給溫哥華 Galgary 多倫多的香港人有個逆罪的那個力量 是啊 這個就是我們每年每刻都會期盼這件事 希望他繼續做這件事去到英國 去到加拿大 去到美國 去到台灣 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香港人見面了 我們今天講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安詢這個文件的 就是安全 愛尊這個文件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這個文件比較冷一些的 就是未必這麼多人關心 就覺得現在大家追美國大選 但是不要忘記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經常講中國有政治作戰 認知作戰 但是我們講的這件事 有沒有具體的事證? 人事時地物是什麼? 這次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團隊 厲害了 這班記者花了半年時間 走訪七個國家 包括台灣 捷克 法國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中國 他去到那個地方去調查中國認知戰的輪廓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家台灣的網絡公司 叫Team T5 道普數位安全 他就分析得到 在前Twitter 就是現在X有一個 URL 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 充滿了577點 網工的技術信息 就是怎樣是Hack進去Microsoft 怎樣是Hack進去Gmail 不僅是Hack進去去挖掘資料 搜集資料 還要做網路攻擊 放一些Malware 就是一些惡意情色進去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怎樣利用內容去散播不同的假帳 用過假帳戶來散播假信息 干擾不同的東西 甚至會影響輿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拿東西 偷東西 第二件事 就是去破壞你的東西 就是網工 第三件事 就是播毒 散播假信息 那這三件事的話 他通過半年的調查 起了三年的一萬六千條員工的聊天紀錄 那這些聊天紀錄 基本上看到有幾個關鍵的東西 第一 講台灣的人口數據 道路信息數據 涉及聲明 郵箱 地址 電話號碼 每個城市三圍建築模型的數據 全台國度3D的立體模型都有 裡面講到與其攻擊政府部門 因為他們的保安非常嚴密 攻擊政府部門和學術團體之間 譬如政治大學 台灣大學 中研院 清大 陽明交大 中央大學之間的網絡 甚至裡面有一些關於香港的東西 譬如說 攻擊什麼呢? 香港的樹人大學 科技大學 甚至你看到是教育大學 裡面有寫到是關於職工盟 進入他們的這些網絡世界裡的電子郵件 偷他們的信息 拿他們的信息 知道他們的信息 譬如說 台灣有很多的 剛剛講的台灣大學裡面 去做事的學者 專門是做政府的智囊 專門hack他們這些學者的電子郵件 這全部有這樣的紀錄 甚至你看到在捷克 在歐洲議會的外務理事會裡面 怎樣去繼續捷克歐洲 要從磨國進口能源 等等的資料 全部都被他hack 甚至你看到網絡攻擊 美國曾經用過tratstone 那這個怎麼去做呢 這個黑客的apt41 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記者甚至從闖到日上海 和成都的一些安慶總部 去看有關的消息 那裡面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呢 就涉及到信息戰 就是網工和這個偷取資料 大家知道 信息戰或者叫做 我們叫做輿論戰 或者叫做認知作戰 才是重點 那裡面有訪問三個人 第一個就叫做鄭海燕 廣州黃埔區刑警大隊的人 也都是廣東省的前公安 他在LA訪問到這個人 他說他是五年前辭職移居美國 他是負責做公安部門 這一個刑警大隊的人 他說中國每年都給很多錢 由公安給出去 給外面的民營公司 因為公安沒有這個人力 和技術力量去做這件事 公安國安是各地的公安國安 自行其事 為達成的KPI 要去做一些外判給民營公司 專門做事 有一家叫拉薩市 西藏的拉薩市 的公安 專門收集全世界這樣的證據 他們叫做Twitter瑜伽導控系統 目的是社會維穩 做黑客 和深入去譬如說 傑斯或者我的手機 海外也可以 他是隨意操控目標的Twitter的帳戶 去做釣魚連結 譬如用了一個帳戶 譬如桑普的Twitter 然後在我的Twitter裡面 再開一個新的紙帳戶 專門說 習近平好 習近平好 中國好 中國廟 台灣差 用這樣的方式 第一 抹黑我 第二 用我的連結 來專門播毒 那就變成 一家便宜兩家著 我便宜 他著 很多受眾覺得如痴如醉 這些這樣的做法 就是用黑客翻牆 信息提取分析來做事 做analysis analytics的工作 另外訪問一個人叫劉力鵬 劉力鵬是負責 互聯網 如情治理的 他曾經在中國微博上 負責監控公民的訊息 審查用戶的留言 做敏感詞刪除 他說整個敏感詞刪除 共產黨是進行三個原則 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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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在整個民運圈非常多 假信息煽動不安、製造混亂 這種認知戰的手法 裡面講到有三個不同的國家的例子 看到受影響 一個就是台灣 這個台灣的地方就看到它是Double Think Lab所披露的 就是說去年12月 有一個台灣的一班女生 變輕的、年輕的 他們做一個叫反對接收印度勞工的抗議集會 他們收到這個信息共同的地方 就是Dcard的平台 DCLD的平台 這個平台的關鍵一張帖 就寫說開放10萬印度移工 台灣要變性侵島問號、感嘆號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是怎樣來的呢? 原來就是說這個說法就是說 你開放些差泥出來出事了 裡面的認知戰是這樣寫的 忍進印度勞工 台灣變成咖哩味 應和大陸多合作 發揮兩岸優勢 哇 你可以反到印度 變成支持中國 不知所謂 裡面很多個字 強姦的姦字 就不是寫三個女的那個姦 是吃姦人的那個姦 女字邊 嗯 大陸屬於大陸屬於大陸 那你用這些字 證明你是對家的人 那當時我知道 引起政府部門 譬如陸委會他們注意的 那後來這些事情都不了了之了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就是小事牛都的方法 第二個例子 就譬如說在日本 有高森雅和 他是這樣說的 一個調查會社JNI 他聯合做調查 發現到一大堆的機器人BOTS 他們專門做宣傳系統的末端 做程序操控 一大班的網紅貼就是這樣的轉發 就關於什麼呢 將2011年 當時人為福島核電站 即是東京電力福島底核電站 有洩漏的 將輻射擴散的情況 就講到今天 那些所謂經過處理的一些水排放出來 其實那些不是核廢水 那些是經過處理完乾淨無毒的水排放的 就是將全部的東西 將它copy一次 就是說 飄去太平洋 飄去整個北面的富業島等等的東西 全部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煽動一些假信息製造恐慌 整個貼 硬硬用機器人不斷轉發 2300次 接著 瀏覽量達到90萬次 用超過1000個機器人的帳戶 人為創造流量 那這些人呢 就大家知道 很可怕 這就是 Bot like repose 就是不斷轉發 就是用機器人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那些親共的 一些台灣的KOL 其實都是同樣的方式 它的流量 並不是真是自然而然的流量來的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一樣的 那些什麼 什麼親共KOL全部都不斷 另外第三個例子 當然這個就給傑斯評論 就是美國調查公司的Mandian 它就發覺到很多種族歧視 控槍權 持槍權 全部用這個地方來分化美國的言論 通過這個分化的方式 用陰謀論來取代對於媒體和政府的功能 而看到有一個前海軍宗教的謠誠 這個重要了 它講了三個重點 這幾個重點 我想是其中一個重點 接著我會引申開三個重點 希望大家注意的了 這個謠誠就是 軍隊網絡的信息很重要的地方 也講到很重要的說法 它在加拿大訪問這個人 其實加拿大想訪問一個中國軍事學院的高官 但是那個人就不肯做 他是前戰力支援部的宗教 那個人說要問律師才決定 當然不了了之 所以找到這個前海軍宗教謠誠 這個謠誠就說 現代和未來信息化的戰爭 是因為中西方的價值觀 和意識形態的不同 它為什麼不對北韓 對伊朗、對俄羅斯做信息戰 專門對台灣 專門對以前的香港 專門對美國 專門對加拿大 專門對英國、澳洲去做信息戰呢 因為它覺得這些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 就是它要純服的對象 它要輸出一個中國模式 就是說經濟上適度放鬆 可以互相做生意 但是政治上嚴控全面加密 所以它今天不是輸出革命那麼簡單 是輸出中國模式 而是通過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同 要針鋒相對到做認知作戰 第二件事就是說戰爭早就開始 是一場沒有煙燒、沒有導彈的戰爭 不像最近的 這個以色列法國導彈 去伊朗這樣的情況 是戰爭早就開始 因為共產黨的以色列黨裡面 每一天、每一秒鐘都要作戰的 戰爭是常態 和平是不會存在的 鬥爭是永恆的 所謂的和平共存都是騙你的 所以這種戰爭早就開始的情況 而且一直進行的情況 就是西方國家完全不明白的 西方國家和平和戰爭分得很清楚 但是今時今日在網絡空間裡 和戰根本難分 而你認為這些東西是小事 其實是大事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我經常批評 美國、歐洲、台灣、日本、外交團隊 其實他們一直用這個思維 就是說我們外交就是促進溝通 切施互難、互相對話、定期溝通 管控分歧、避免衝突、避免戰爭 其實他們的思維就是這樣想 但是中共思維絕對不是這樣想法 是不會一直跟你作戰 你以為和平和戰爭有一個清晰的框架 而外交人的KPI就是 避免戰爭繼續關係 做生意有辦法談 但是共產黨就是利用你這一點 不斷蠶食瓊吞你 腐蝕你的內部 這個就是共產黨思維的特徵 那接著第三點很重要的就是 怎麼去對抗呢? 其實我告訴你 剛剛講的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用法律去講話嗎? 你說誹謗? 你有這些地方可以告到的 譬如說 剛剛講的 譬如說你是侮辱某個人 侮辱誹謗 有些地方可以告到民事 甚至譬如台灣告到刑事 但是今時今日 你說的是 反對接收印度勞工抗議集會 我問你了 這些言論自由一部分 你怎麼告他? 他反對覺得這些東西有問題 覺得要和中國搞好關係 他講錯了強姦、盜竊、決心眼這些字 那請問你從什麼法律去告他? 那美國都是第一修正案 言論自由的保障 台灣更加有 所以我真的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些就是經常預見的 看到組織有問題 可以去糾正 但是如果看到人有問題 是真是媒體素養的 就是我們的訓練教育 如果一直看到任何的訊息 就是小紅書、Twitter 或者看到這個 就是那些叫做 X或者那些TikTok 之後就筆過腦 全部被他洗腦的話 玩完了 所以我想小孩子 年輕人和我們自己 都不要這樣 要分析的能力 我們要求的獨立思考能力 是比以前強很多的 第二件事就是國際合作 因為你搜集到的資料 如果只保留在台灣那裡 不分開給美國 或者美國不分開給台灣 美國不分開給日本 那大家怎麼知道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通有無 去將這些訊息去廣傳 這個是跟我看法 這個是很精彩的一段片 我不知道傑斯 要怎麼看這段片 這個安全事件 其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想今天的世界 都是如無意外 是相當相當忽視的一宗新聞 那我就... 我想這個重要性 其實就... 剛才聽梳寶說了很多 我只是會這樣打個比喻 五、六十年代 這個世界 仍然是很重視赤化的問題 但是今天四十年的全球一體化之後 還有現世代的... 我想今天科技的年代 是不是令到人更加反思 更加低能 更加愚蠢呢? 如果你問我 我會給我答你 是的 大家根本完全不重視這些問題 今天 那... 就是安心事件其實是說 導出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 共產黨是一天都不會休息的 是長期是... 是輸出一些... 惡劣的意識形態 總之令到這個世界有... 盡量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政府 是站在他們的這邊 這個就是他們的目的 即... 今次這件事件其實 是二月已經爆獲出來的 華盛頓郵報爆出來的 其實... 但是六個月以來 我們現在最近見到 有... 這個... 日本放送協會 那麼他們繼續去看 那五百七十個文件 很大... 很... 告訴你聽 是很長時間看的 跟當年那些巴拿馬那些 其實都是差不多一樣 但是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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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會重視 那... 所以... 其實我們應該要拿出來說一下 是... 是很對的 就是... 這次... 譬如... 剛才你提到... Google旗下一間網絡安全公司 他們其實都說了就是... 他說... 很少有... 好像今次這樣... 不受限制地去了解... 任何情報行動的一些內部運作 這次可以在這間iZoon那裡看到 他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 Google核下是專業的... 是權威的... 他們說...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這個是中國國內外的全球 和國內網絡間諜活動的 承包商的一個真實的... 一個真實的數據 裡面有570份文件 說一些出來都嚇死你 告訴你 你會見到這個國家是全民街道 道涉的道 OK 插了什麼在這裏 隨便數一下給你 95.2GB的印度移民數據 3T的韓國LG U Plus電訊提供商的通話紀錄 459GB台灣道路測卷資料的樣本 其實可能還不止啊台灣 那還有10個泰國政府機構 包括這個就是他們泰國的外交部情報機構 參議院裡面的資料 蘋果iPhone裡面的通訊錄和地理位置的數據 還有大概有一間越南網絡公司的大量航班紀錄 還有包括旅客的身份證號碼職業和目的地 簡單說沒有東西不偷的 包括香港剛才桑寶提過的那些我不提了 香港的大學那些全部都要偷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的行為呢 很簡單 由上而下告訴大家 阿爺有錢 跟著公安、國安、武警 呃...懲治單位 知道阿爺有錢就要拿些錢 那些錢就叫維穩費 拿來拿來 跟著呢 那些錢怎樣把它變成自己的錢 那當然要再找些企業去做 所以現在久而久之這一兩年 中國就有一個企業 就叫做資安企業就走出來了 那這間I-SUN OK 安企就是這個 這個industry裡面其中的一間 它很厲害的 它在2017年入選過 國家安全部指定供應商 2019年是公安部網絡 安全寶貴局第一批裂 就是裝單位 拿過無數這麼多獎項 那其實那些客人 全部都是國安 公安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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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是這樣 那...呃... 所以呢... 呃... 呃... 他做的其實簡單說是兩樣 第一樣東西就是 搭東西 他是什麼都搭的 他其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目標 應該集中去搭些什麼 總之見東西就是搭 第二樣東西就是 就是教一些公安啊 國安的系統怎樣去 在日常的生活 看著自由世界裡面那些twitter啊 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還有第三樣東西就是 不斷這樣做假新聞 OK?就是剛才阿桑武說的那些 那...那其實爆鑊出來呢 有些人用外洩去形容 但是咯...我想研究一件事呢 我想說一個很重要的 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什麼呢 他在裡面其實呢 這次的爆鑊呢 有其中一個可能性 不是不覺意或者技術性的外洩來的 是因為在裡面呢 其實都看到有很多的對話 是一些員工的對話 那些員工對話有成幾年 接近有成八年的光景 你會見到很多員工 其實抱著很多怨氣去上班 包括就是... 人工很低啊 時間很長啊 那這些人工是低到呢 只有幾千元人工 你在大陸就可以做一個hacker的了 所以其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說回到戰爭的那個狀態呢 全世界...中國會去攝取這些資料 OK? 美國都會 英國都會 全世界都會 你只是回到二戰的時候而已 一樣會有摩斯密碼 什麼都會有 但是我想...我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 其實... 你說... 怎麼做 不過中國我想有一個特色就是... 全民皆偷的 如果你回到美國或者英國 我想這些東西會回到政府部門 還有會很高門檻 CIA呀 MI6呀 那些這樣的... 就是... 占士邦007這樣 但是你去到中國呢 阿叔阿嬸阿豬阿狗 個個都可以偷 因為都是為了幾千元人工而已 但是如果你去到戰爭狀態的時候 喂... 告訴你 同一時間 你說人多好辦事 習近平身邊很多人都會出賣他 因為你的人工很低 大家都不妥理啦 長期很多職員 喂... 如果有美國佬 或者有英國佬 甚至可能這次在二月份的時候 華盛頓郵報 找一個記者 跟著走去 買這些東西回來 那這些東西 全部的東西 外洩了 買得了回來咯 那所以我會見到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有偷的能力 但是其實他那個... 他那個安全網其實他都很厲害的 就是等於... 我會想起一件事就是... 英國佬以前... 如果你看... 邱吉爾的回憶錄 他都講過了 他說... 他說... 日本人那時候打仗都很厲害啊 二戰的時候 不過他們那些情報啊... 他們那些摩斯密碼其實很厚的 英國佬全部一早已經突破了 那我想今天都是一樣的 其實... 其實中國那些... 那些東西都可以是很厚的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由自身做起啦 大家要... 第一要重視這些新聞啦 重視自己身邊的資訊啦 還有我想要做一個準備就是... 今時今日其實沒有什麼秘密的 私隱已經全部是... 不過你的東西是給中國知道 還是給美國知道 還是給英國知道啊 那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 大家... 大家要怎麼說呢? 就是日常生活大家自己由自身去做起啦 啊... 儘量不要太過多倚靠所有的電子工具 去幫你去儲存一些... 就是你自己的... 啊... 就是將所有東西放掉... 就是將所有雞蛋放掉... 一個... 一個攬度從來都是不明白的 那麼這些東西大家要知道啦 那麼... 但是這段新聞我想最後最強調一次就是... 沒有人會關心的 只有我跟阿蘇寶會關心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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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最悲哀的啊... 也不需要這麼悲哀的 我會覺得有這樣的看法 有幾件事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說 這件事是不是很厚呢? 其實真的挺厚的 整件事我會看到 第一 日本記者怎麼會知道這麼多東西? 怎麼會知道和公安有關呢? 所以這件事的移民是第一件事 要一個確切證據 證明這些員工的信息是和共產黨和公安、國安可以扯得上線的 它由員工聊天紀錄 三年來一萬六千個員工去分析 那你分析都要把整個圖案出來的 比如說誰指揮誰 這個帳號是屬於誰的 有沒有所謂同領導 同意 要時間的 所以它花了很多時間 它最重要是去哪裡呢? 去法國南部 去Toulouse 即是近西班牙的 即是土魯斯 在這個地方 它找到一班專家 這班專家專門用一個叫開源情報分析 OSINT 去專門做檢查系統的 追蹤每個個人信息的link的圖像 即是每個人信息link的圖像 每個人的信息 就好像整個大圖 哪個指揮哪個 那個人是哪個開的 每個帳號都有名字 全部搜尋出來 再看看他們每一個字眼裡面 要用上什麼字眼 比如說 你說到公安、國安、雲南省廳 比如有一個叫我給雲南省廳、公安廳 串了緬甸軍隊方面的QB QB即是情報 對方開價比較高 即是說覺得 我認識雲南省這個公安廳 它開價比較高 它說 省廳都出8萬元一個月去買 你想一下 即是說 它現在就說 省廳出這個錢 你出多少錢 它這些文型公司是賺錢的 這些人當然是邪惡 為助就為虐 你給8萬 你給多少 好像鏡頭那樣 它說雲南省廳都出8萬元去買 你國家公安保出這麼少錢 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something more 它要希望多些的錢 接著有些人在那裡抱著 他這樣寫 這幾天 為了客戶的這幾句話 折騰死了 天天在想 怎麽能既有高度 又能落地 即是上面有指示 你有高度 但是你要落地 即是人家怎麽聽這些消息 人家就說 我做事怎麽既有高度 又能落地 即是怎麽做好這份工 那這些就是這些這樣的 後面這些所謂的資安公司 經常要想的問題 那就看得到 一個歪博客 其實在2013年 和這個CEOX 合夥在安詳公司開展新業務 以他們聊天的內容 基本上畫出來 就是和公安 國安 雲南省 公安廳 完全有關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涉及到的 不只是中國裏面的情報 不只是香港 不只是台灣 是埃及 法國 柬埔寨 路國 全世界 阿羅西外 蒙古 尼布爾 尼日 尼亞 所有想到的東西都有 剛剛說的捷克 布拉格 美國 日本想到的東西都有 見東西就偷 總之就是 第三件事 罪魁禍首是誰呢 接著這個NHK記者 真是不怕死 習近平 哇 多厲害 他說2010年開始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2014年 習近平在他的報告裏面 他講到 信息佔基礎設施建設 然後在2014年之後 啪一聲 大幅擴張 規模非常多 所以說這些網路安全相關的 企業市場規模 達到近4000間 其實可能會更多 不止啊 一定過萬間 我告訴你 一定過 它搜集到已經4000間 是的 接著就是說交易對象的列表 過半都是公安的 那你就看到 誰下總指揮 習近平 你一下總指揮 就是說把這個KPI 這個業績指標 放在每一個國安公安的頭上 喂 信息佔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 信息佔基礎設施 你這樣做下去的話 全部都這樣做 一做的時候 每個人都找外面來做事 但是那些維穩費 你會看到 就是很多變成冤枉錢 中共的維穩費 其實飯飯都是冤枉錢 譬如以前扔下去 香港建制派那些食塞米道 搞蛇齋餅種 那些也是這樣 這些維積資料都是的 是的 大家都知道 聖上很想要這些 這樣的數據 資訊 大家一起就找給它 由公安開始 帶頭 接著去下面 有人成立公司 總之你又有得找 我也有得找 這些全部都是中國人的思維 但是好了 全世界 建議就把所有資料都放回來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我自己覺得就是 喂大哥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沒有一些專業的分析 或者是根本你都不知道 那些資料怎麼用 多到根本自己都消化不了 到最後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最有意思就是 正 大家夾手夾腳 又幫忙洗完維穩費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都是國產007 這樣的感覺 沒錯 恐龍究竟要呃那些 還是呃那些 這些就是國產007 這是質素問題 你這些同樣的資料 你交給美國、英國 這樣就別人會用 交給你 你會條鐵嗎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那這些下有對策的人 是不是真的想這些呢 其實他們為了賺錢 你說是不是邪惡 當然是邪惡 平庸之惡 貪婪之惡 這種賺食 不要跟我說賺食 不要跟我說國為其主 不是國為其主 你是為惡魔在做事 所以很多香港的藍絲 經常說 賺食而已 國為其主而已 但是大路兩邊 你不就各走一邊 你黃絲就走一邊 你不要吵著我 這些藍絲的思維 我還要跟你講 其實最多的是 詛咒為虐 這幫人做的事有沒有意義呢 有一定的意義 你說對於一些重點對象很狠 比如說一些海外一定要特定打擊的某些人 就是香港有一些外面的年輕人 給他們重點招呼 這些他們可以很狠 因為上面有招呼 但是其他的人就很鬆弛 鬆弛的結果是什麼呢 隨時收 隨時緊 但是他們本身那些人 收集到的東西是 c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剛剛傑斯說的 他收集這麼多的東西 你沒有分析 所以其中一個這些資安公司 最近幾年 不單止你要收集情報 還要有黑客翻牆能力 不單止信息提取分析 就是analytics 這個就難了 另外公安部門 公安部門就要說 你要分析完才給我 你不要把這些carbage給我 但是說到底 那些人 你要分析 你的背景資料 很多樣東西 而那些人付出多少的額外成本去做 那就又招多一筆錢了 那你說 好了 你要做這件事的話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分析呢 其實比較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共產黨整個結構呢 雖然很複雜 很嚴密 我要插你一句 你看漏了一件事 桑普 那個公安局長 去找那間資安公司 那間資安公司 隨時是他老婆 大佬 OK 都是他自己 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是賺錢 這個真的很重要 是啊 其實講到美的交差賺錢 你說他是不是對香港人 對台灣人有 對全世界人有 有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這麼強大 這麼龐大 這麼有能力 這麼有系統的一個結構呢 我是有懷疑的 但是你說我不會因為這個懷疑 而覺得這個惡性 我們完全不會輕視 不會 不行輕視 不能輕視 今時今日報了這些東西出來 共產黨一直都說 強力檢責 強力反對 強力反對 必有用心的那些東西 我們中國絕對沒有這樣的事的 你們發覺那些東西 完全跟中國無關 他們說這些資安公司 就算有什麼問題 跟我們國安公安完全無關 你們生安百做 造謠生事 全部也是這道說法來講 我就說這個記者是很清楚 將它們連結做出來 而記者最後有一個很 日本記者的問題很特別 日本人做事 就是跟台灣人 和香港人很不同的 日本人做事就是說 謹小神微 很仔細 每樣東西都是 很仔細 很仔細 所以它由信息 到結構 到整個指揮系統 它要很仔細 半年時間 七個國家 才寫到這篇報告出來 整個片 我想是40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上網YouTube看到 這個這樣的 有字幕的 有中文字幕的 如果你看到這個這樣的片之後 你會發覺 日本人問一個我覺得很低能的問題 但它一直的問題 始終沒有解的問題是什麽呢 共產黨的目的是什麽 共產黨的意圖是什麽 為什麽它要做什麽這樣的事 所以它的標題寫著 中國認知戰的輪廓 它知道中國在做什麽 就是What 但是它不知道中國在做這些 是Why 它不敢說 當然日本記者怎麽會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日本記者有幾多分證據 講幾多分話 知道明白 所以它最後就不想把目的和意圖寫清楚 我就已經告訴你 其實 政治作戰 基本上就是政戰一部份 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 用這些方式 美國的傳統系統叫做 free warfare 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 在共產黨的眼中 這些叫做認知作戰、統戰 統戰就是統一戰線 共產黨三大法寶排第一名的 不是叫做 拿你命三千 就是統一戰線 後面才有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 這是第二、第三名 但是第一名永遠是統一戰線 而統一戰線最重要就是不擇手段 使人家成為自己喪屍的一部份 就是大家看那個施殺列車 就是那個喪屍咬人 喪屍咬人 其實最重要就是 擴張喪屍的物種 多些好像喪屍的物種 譬如說 北韓、柬埔寨、廖國 這些都對 多些喪屍的話 它就越安全 喪屍怎樣咬人 是為它生存的需要 它生物性的需要 共產黨為什麼每個時候做這個認知作戰 就是輸出中國模式 將全世界不同的國家變成一個二個一樣 我想這個就是它最終的目標 老母的年代 就說得很好聽 就是輸出革命 大同一個大目標 最後就是一個大同的世界 全部共產主義 其實赤化 那時候叫做赤化 其實跟今天沒有兩樣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要明白就是 共產黨統治了中國75年 靠什麼?靠大話 是說大話去統治 但是連共產黨都明白一件事就是 那些大話是沒有人相信的 OK? 那所以就要透過恐懼這個手段 而達致到說大話的目的 但是最後 你今天問習近平很簡單 就是 最重要的最後的目的 就是令到全世界 你信不信我大話不要緊 但是你全世界一齊陪我一齊說大話 和視而不見 或者不敢出聲 那就搞定了 那這些認知前其實都是 都是一個過程而已 最終就是要令到 最好台灣又陪我說大話 整個東南亞又陪我說大話 OK 總之就是大家一齊站在我邊的人 大家都 就是站在我這邊的人多 那就要來壯膽 因為沒有認受性 沒有人民的基礎 什麼都沒有 就是黑社會統治就是這樣的 不是很難明白的 所以一日到刻就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到最後都是這樣 就算被他碰了當 說給你看他的管治成本 是從來都高過一個西方自由世界 很多很多很多倍的 大哥 那條數算不出來的 因為為什麼 你不給錢 就是譬如這樣 我要收買桑寶 我也要想想 第一件事我想想 給他些錢先 看看他收不收 那這些都是批評的 大哥 喝茶吃飯都是批評的 是啊 就是他想將我們變成了他的整個機制的部分 就是最好的就是我們成為了他們共產黨的分子 專門咬人家做鬼 是的 要干擾我們 使得我們完全失去信用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完全妄工 就是毀滅你的所有東西 這個就是一波 但是我覺得最緊要 最害怕的就是認知戰 就是有很多香港人就一定這樣 不只是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 人性的藥 充分掌握 它就用相對低廉的成本 但是其實總體成本很高 但是它用極壓低的成本 因為它用成本就天天警棍拗下來 天天跟你在這裡找一大堆人包圍住 我們家裡在這裡搜索 它不用這些東西 它用這些相對對它來說 個體每個單位低廉的成本 來達成不戰而屈人治兵 就是它不需要用暴力 它用謊言 它不只是謊言 是很精密的一套政治作戰的設計 來達成共產黨刺化世界的目的 我講的不是搞搞笑的 它不只是保障共產黨本身的榮光 保障共產黨的千秋萬世的偉業 它是覺得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就是說將你變成和它同類是基本的 你會問共產黨有沒有收回 但是這個長白山天池 毛澤東割養了給今天整個土地?沒有 有沒有收回江東六十四團?沒有 有沒有跟越南呢? 就是到現在爭論這個十一段線呢? 直到最近跟越南不對的時候就會這麼說了 於當年的十一段線變九段線 就是毛澤東大筆一輝就割給他的 所以你看一看 只要跟他意識形態一樣 他認定你跟他一樣是喪屍 他就贏你 當你今天是台灣 當你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的時候 跟他不一樣 這個是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鬥爭 他就會作戰到底 因為他覺得有你們這些好人在這裡 我這個壞人就不安全 而同時是為了防衛自己之外 要攻擊、攻擊、斥化世界 你對自己最好的防禦 也要擴張自己版本的方式 民主制度是不會有擴張主義的 只有獨裁、專政制度 是有嚴重的擴張傾向 當年的希特拉、默索里尼 一直去到這個史太林、毛澤東 全部一模一樣的做法 他們的原則是什麼呢? 擴張才能夠保護自己 有安全感 這個是基本原則來的 你不要以為這個狗改幫你吃事 中國這麼多年來 二千多、三千年來的皇朝 都是專政制度 其實不是一樣 什麼天黑寒 什麼東以南、西庸、北敵、東清西土 接著說人家文字武功亦甚輝煌 什麼河西、什麼佔定幾個地方 修復人家 叫做教化人家 你是不是想被人教化一下? 基本原則是這樣 所以中國的歷史全部是精煎的歷史 輸的時候就說自己 人家離譜 你贏人家的時候就說 我是天黑寒 清霸世界 你想想這些不是叫做雙重標準 你今時今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侵略野心? 是因為你的制度 不是民主制度 George Cannon 喬治肯南 1947年 寫過一篇叫做 《蘇維埃行為的起源》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就是我記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想余某春每一次已經說 都會說到《長電報》 46年前《長電報》 47年的這一篇文章 簡稱《X-Article》 大家可以上網找找 就看到共產主義的侵略和擴張 為什麼會存在呢? 我想好像都是大家可以深思的問題 很可惜啦 今天的世界仍然都是 很多人相信會順復魔鬼 或者就是和魔鬼作交易 是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 因為今天就是要面對的問題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一下 就是美國的大選那種 相信和魔鬼作交易的 就是到最後可不可以得逞呢? 那我們就下一節回來休息 回來就去傑斯頻道 繼續有申訴的成就 每個這幾個星期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繼續講一下美國的大選最新的情況 下一節傑斯頻道見了 拜拜 好 拜拜 與兜小的大選 커� 一起拍食 第一節 工我 有兜小的擴張 有兜小的玉 有兜小的 這是就是 你的 是 有沒有 大的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